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渣瓦 今天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Landom表达是2 天呐 上期Landom表达是1 就给我折腾够呛 怎么今儿又出2了 咱们再被虐一回 好 再被虐一回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其实就一个函数型接口 或者叫做抽象型函数 抽象型函数有点不对 因为渣瓦中有抽象型函数 应该叫做函数的抽象 这个也有点难理解 咱们直接看代码 确实是Landom式比较难理解 Landom式的写法跟上期一样 这个我是直接拷贝过来的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实战演习 我觉得咱们 我对这个Landom式 对这个函数型接口 无论怎么定义 还不如说用例子 给您看得更明白 对不对 咱们直接上干货 好 看函数型接口 什么叫函数型接口 大家注意看 这个 就是函数型接口 怎么看出来的 首先说 Function 这是一个函数吧 没问题 接口呢 大家注意看 我有监控号 里面有两个整形 这两整形是什么意思 我这地方有定义啊 第一个是T 是什么 是这个函数的参数类型 第二个R 是什么意思 是这个函数的返回类型 也就是说 通过这么一行 这不一行半行 通过这么一半行代码 我就能够知道 有一个抽象的函数 这个函数名叫什么 我不知道 这个函数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什么 我知道这个函数 它有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是整形 同时这个函数 有一个返回值 这个返回值 也是整形 太抽象了 对不对 好 那么没关系 咱们就把这个抽象的原则 给它实现出来 怎么实现 往后看 我定义了这么一个函数型接口 然后实现它 这就是实现的方法 叫做MultiR 我来实现这个接口 怎么实现 注意看 MultiR 然后等于 等于这段代码 就是这个函数的实现 怎么实现 看 括号吧 括号里面 这是一个函数的参数i 这个i呢 就是整形 然后呢 这个函数的实现 这个减加 这个减大约号 你就一带着过 就认为它是这个函数的实现 怎么实现的 是这大括号里面 返回 return一个参数i 乘以个2 参数不管是几 是50 无所谓 这乘2 相当于是说 我乘2的函数 所以我这个叫MultiR 这个函数名 这么简单 就把这个抽象的函数 给实现了 完全符合 这个函数接口定义 怎么符合 参数值是一个i 是个整形 然后咱返回值 这个整形乘以2 也是个整形 是不是完整的实现了 函数的接口定义 OK 那咱们定义完 这个函数该怎么使呢 下面咱用可以用 我这向控制台输出 怎么输出 注意看 MultiR 是这个定义的接口 是这个接口的实现 然后直接写不行 要点apply 换想说 我来使用 这个函数型的接口 怎么使用呢 apply里面 这个参数 这个参数 就是这个函数的 第一个参数 然后呢 咱因为 Multi这个是整形嘛 所以我传10 是整形没问题吧 然后呢 它返回谁 它返回的实现 是在这个地方做的 对不对 换句话说 这个代码 这行代码 其实它就返回一个20嘛 对不对 我传进这台10 这个地方呢 是对这个函数的实现 返回一个乘2 那就是20 换句话说 这行就输出20 一会咱们会看到效果 您就能明白 原来我是这么实现 一个函数的接口 或说一个函数的抽象 有点难是吧 没关系 还有更难的 还有更难的 看下面啊 刚才是方审 现在不是了 现在是什么 加了个b b方和审 这b方和审有什么区别 注意看啊 区别在哪 刚才这个函数 不带b的这个 是两个参数 对不对 一带b坏了 不好听有点啊 这是三个参数 什么意思 其实不难啊 跟上面完全一样 只不过 前两个整形 是参数 最后这个整形 还是返回值 换句话说 刚才咱们这个函数的抽象呢 是一个参数 一个返回值 对不对 现在这个函数 加b的这个抽象呢 是两个参数 加一个返回值 就这么一个区别 其他的呢 写法实现完全一样 不信 咱们看看啊 比如说 我加上这个b的方式 然后呢 我定一个加法 然后呢 我传 大家看啊 什么叫加法 看啊 我传两个参数 这两参数呢 都是整形 然后呢 我返回这两个数 相加的和 没问题吧 两个整形 然后最后 我return也是整形 这段代码 就实现了这个函数接口了 就实现了这个函数的抽象了 哎 您不觉得这么认为吗 两个参数都是整形 返回也是整形 完全符合函数的定义 没问题吧 使用呢 跟刚才一样 add function add function 然后点 apply apply谁 传两个整数进来 最后返回一个整数形 最后把它输出 哎 这就是呢 简单的函数接口的实现啊 一行代码 哎 这不叫一行 这叫三行代码 其实就是一行嘛 就把它搞定了 接下来呢 其实也是一个这个b function实现 只不过呢 刚才是加法 现在是减法 这是个减号 别的呢 实现都是完全的一样 啊 这个呢 好像有点难度啊 嗯 比如说您刚接触这个 这个概念的朋友 比如说 太难了 我没法理解 没关系啊 您呢 随着这个编码经验的丰富 慢慢慢慢的 就会知道啊 这个方法 这种写法是很优雅的 是真的是节省代码 节省时间 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写法啊 要么它怎么有呢 存在必合理嘛 对不对 好 那咱们就今天运行一下 这段函数啊 这个代码 咱们试试啊 我这开了一个intelligence 我考过来 咱们试一下 我估计今天 我又是讲了 五六分钟的天书啊 讲了一节课的天书 试试啊 拷贝过来 能运行吗 不能运行 为什么 大家看 我这红的 我没有引用 怎么引用 把鼠标放到这 因为咱们有import嘛 所以这个函数 这样不知道咱干什么呢 虽然咱需要把这个函数 import进来 怎么import啊 用到intelligence的功能 把鼠标放到这 然后呢 按什么 按alt加灰车 然后呢 这不出来几个选项吗 它建议咱怎么用 咱就选第一个 import类 把这个类呢 import进来 就可以了 大家请看 上面这import进来了 下面这个代逼的方式 也是啊 import进来 过来了吧 哎 存盘 这样的话 大家请看 没有任何的这个错误了吧 马上运行 go 哎 出来了吧 看一下啊 20 30 10 什么意思 这个地方 做了一个乘2的处理 没问题吧 是我传的10 就够出20 完全正确 然后我这改上100啊 一会咱们再看 接下来 为什么是30 因为我这做了一个加法函数 传进来AB 然后呢 返回A加B 这出30 没问题 对吧 我这也改上一个 100 200 一会应该出300才对啊 好 接下来 咱们再做一个减法的抽象 这里面 呃 参数是AB 没问题 整形 最后返回的不是A加B 是A-B 然后呢 我传进来一个10 一个20 返回负10 没有问题 对吧 好 我这把它改成100 一会咱们再看看 是不是负100啊 好 咱再用行啊 go 哎 怎么样 还是正确的 啊 这个 您怎么理解比较好呢 就有点类似于 线上 在线的函数定义 上期给您讲呢 是在线的类实现 或者说在线的 接口实现 今天呢 是在线的函数实现 这就是Lambda是比较高级的地方啊 呃 就是说 初学者听不明白 这是不高级啊 初学者干什么能听不明白呢 好吧 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给您讲的 啊 关于Landam是2的知识点 不知您听见没有啊 没关系 实际上呢 编点码 跑一下 我的这个例子 应该就能够有个大体上感性的认识啊 等咱们的感性认识 积累到硬程度 就变成理性的认识了 好 以上呢 就今天我给您分享的所有的内容了 今天的代码呢 会放到看中国的服务器 今天视频呢 会传到YouTubeYouCOO 供您观看 推荐您使用YouTube呢 进行观看 好 那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